前阵子去素西 很多朋友看到后感慨 呼伦不怕水了 是的 我特别开心 他又跨过了一个挑战 没有可以练习 就在平常用水的时候 一点点帮他脱米 比如每天起床 呼伦跳上肩膀 我洗漱时先开小水 它没问题再慢慢开大 直到他觉得不舒服自己跑掉 洗菜刷碗也一样 慢慢的 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但做这些 并不是非要呼伦跟水怎么着 只是希望他脑袋里 关于水的联想不是负面的 听到水声 看到水流 觉得安全就够了 这样碰到雨天 只要他想 也可以在院子里溜达 去户外玩 不用躲着水走 可以选择更多的目的地 如果说舒适区给足了他安全感 那么跳出舒适区 则给了他更多自由 更多的可能性 仔细想想 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如果只待在熟悉的框框里 如果只看到社会的标准答案 如果总是走最容易的路 如果早早定义了30岁40岁50岁 我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也常有家人和朋友 劝我回上海 拐着弯告诉我 谁谁谁买房了 升职加薪了 会念到我不务正业 学都白上了 可他们不知道 我接受的正是自由而无用的教育 寻找自己热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是最正的业 或许这个过程会花好久 也并不容易 但幸运的是 我在大理找到了 新年的新衣服 准备带他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在这儿 我实现了当下对生活的全部期待 过简单 奇特又自由的日子 吃新鲜的蔬菜和肉 呼吸新鲜的空气 没有无效社交 不用经营人脉 但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说得上话 去爱开玩笑的丁大叔家里 跟他逗逗嘴 去赶集 给一个月没休息的娜娜送树花 我给她拿你烧一把吧 去帮小蒙老师喂鸡喂鹅 再顺走她两颗鸡蛋 我找回了消失已久的附近 那种简单又淳朴的踏实感 给大家看一下 被村子里的人投喂了这么多食物 他们都说来敲我们家门 但是家里没人 然后都给我们留着了 有空就去徒步 一脚油门 森林 草地 雪山都能抵达 自从改了车 露营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多 我还从没离大自然这么近过 连家门口的风景都天天不重样 一个月一千块钱的房子 大家说我是不是捡到宝了 而把一千块的房子改造成现在的样子 像是一部我们和家一起成长的连续剧 屋里屋外被生活的气息一点点填满 不是豪宅 但很好宅 家庭关系亲密且自由 能司机动物 让猫做猫 让狗做狗 有共同的热爱和理想 劲儿往一处始 也有各自的坚持和喜欢 想互相成就 最近 倪梁永安老师看到他说 因为归根到底你选择一个什么人 其实就在选择一种生活 所以可以测量出一个人他对生命的追求 表面上爱情是一个事情 就是感情 但是背后是跟另外一个人 一起去建立一个什么时候 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所以这个人在这个一次 巧了 我们都选择自由 所以保持学习 做可持续的自由职业 尝试对未来会有帮助的事情 让自己多一些底气 在意小动我们的社会化训练 好能一起面对变化 搞定那些原本是压力的事情 生活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而自由不就是始终有闪责的权力吗 很多朋友说 我过着他们梦想 却遥不可及的生活 既然不能一步跳上去 不妨试着给眼前的生活 加点自由 日子总会慢慢向上走的 日子总会慢慢向上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